雅各苏第三章记载 我的良人属我 我属我的良人 雅各苏好像一部爱情的故事 讲到人类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 也是所罗蒙王跟苏拉蜜之间 美好爱情浪漫的故事 当然爱情是人类永远讲不完 一个浪漫感人的故事 但是雅各苏同时也代表着 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就像良人的关系 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是属上帝的子女 当我们读经祷告亲近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深深的体会 上帝就是我们的良人 我们渴慕来到她的里面 享受与她同在的美好 第三个部分 我们从雅各苏里面 也谈到新父跟新郎的关系 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 就是一个新父的教会 就像马太福音25章 所记载的那十个同男跟同女 他们有五个异备游的 要等待她的新郎来到 今天的教会 也不断地在异备装备 弟兄姊妹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在这个世代来征战 因为我们的新郎 我们的主耶稣 要来到我们的当中 不但如此 祂要第二次来到我们的当中 今天的教会 就是一个新父的教会 也就是良人要属于 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的良人属我 我属良人 就是一个新父跟新郎亲密的关系 但愿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 再次深深的体会 这不是一首爱情的雅各而已 更是我们以上帝 一个亲密的关系 上帝祝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